第三个问题是 自存经文是不是应该在 保证足够的功课和小房子的基础上再念 对 自存经文就是储蓄 你家里还有钱要花 你家里房子漏了 水管坏了 你家还没修好呢 你把钱全存起来 你的水管继续让它漏啊 听得懂吗 就是说念经 先要把叶削了 你才能处存啊 叶削不掉 你储存起来有什么用啊 明白了吗 明白 那么具体来讲 比如说心经 平时功课如果每天四十九遍 那么自修的心经那个小版的两百七十二遍的版本 每周最多能够稍几张 就是自存经文啊 自存经文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多少一点 觉得自己身体很不好的时候 稍几张大悲咒 觉得自己好像最近头晕晕的 脑子搞不清楚 魂魄不全 多少几张心经 觉得自己最近很亏欠别人 难过得不得了 我怎么对不起他 我怎么就多少几张 礼佛他才会问 就这样啊 这个在神学问答上有就是说 应该当时是一千一百两遍的大版的 这种自修经文 有时候最多一种 现在有人小一点也没关系的 就可以多烧几张是吧 小的也多少几张 谢谢师傅 不要太过头 那这个经文它 就是能够烧的自修经文的变数 这个张数和平时的功课有关系吗 比如说没有太大关系 平时功课很少也可以烧是吗 可以 谢谢师傅 明白了 感恩师傅 问你问完了 那么再一次感恩观世 菩萨悲品终生 慈悲成全印尼法会的殊胜姻缘 感恩祝福菩萨隆天护法 垂帘护持 感恩师傅的慈悲教导 感恩法师们和世界佛友们的助援 感恩一共搜索的全体师兄们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